有一种孤独是因为不被人理解 所以你开始练习和自己对话 没关系的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只要你能理解自己 比任何人的理解都重要 不能被身边的人准确地理解 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 那种痛苦简直贯穿了我整个少年和青年时光 因为不能被理解 所以总尝试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 想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 因为不能被理解 所以总怀疑别人内心很讨厌自己 所以总是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 因为不能被理解 所以总是一个人上学 一个人玩 一个人回家 什么都是一个人 最后居然也就习惯了一个人 因为不能被理解 逐渐对自己变得没有那么自信 也许别人才是对的 也许按照他们的行为方式 才能活得更简单 渐渐放弃自己 想成为的自己 渐渐对这个世界妥协 直到有一天 你认不出自己的时候 你才发现 他们早就已经不在乎你 更谈不上理解你了 理解是我们跟世界沟通之后想要的结果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试探 一次又一次的受伤 我们身边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我们在拥挤的人潮中 踮起脚尖 伸出右手 在空气中挥舞的样子 让人联想到 沉入水底拼尽一切全力 抓紧稻草的迫切感 我们那么努力 只是希望能遇见一个你 握着我的手放下来 摁住我的肩沉下来 双眼平视 瞳孔与瞳孔 是两个彼此吸引的黑洞 一言不发 我们就会吸引对方 跌入自己的世界 再也不出来 读书时尝试过很多次离家出走 刚迈出门第一步 不是想着外面的世界有多宽广 而是希望 父母能从后面一把拥上来 低声告诉我 我们懂你 后来住了宿舍 和同学有了摩擦 有些话说到一半 便咽了回去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知道 如何保持自尊 如何维持我们与外界的平衡 因为如此 我们开始发电子邮件 在QQ上交网友 学会让漂流平 当微信能够通过摇一摇 我就认识身边的朋友时 我们已经忘了几千公里外 有可能成为我们朋友的人 我们轻轻松松就能交换照片 连线视频 已然不会再通过文字或聊天 先走进一颗心 先走进一颗心 再认识一个人 当你一个人静静待着的时候 试着想一想 我们之所以在希望被理解中 有极其强烈挣扎摆脱的欲望 究竟是因为什么 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 我和院子里的伙伴们 玩不到一两个小时 他们的父母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催促他们回去 有一天 一个小伙伴经过我和其他人时 特别大声地说 我妈说不让我们和刘鹏玩 她成绩差 还有传染病 和她玩会变坏的 我至今仍然记得大概五六岁的我 如何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伙伴们 一个一个找着借口离开的样子 我成绩确实不好 所谓的传染病 是因为我小时候常常发烧 但完全不会给他人造成任何影响 可是 因为那样一句话 18岁之前的我 总觉得自己敌人一等 被人瞧不起 而我父母从未察觉出这一点 他们只会说 为什么人家都不跟你玩 不就是因为你成绩差吗 我从不敢主动问他们 关于自己传染病的事情 我怕问了 他们的回答会让我更确信自己的不好 会更难过 所以我在很多年里一直都用成绩不好的幌子骗自己 就像很多人一样 固执地相信别人说自己不好的地方 从不正视自己的优点 因为我在乎我小小世界里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真的相信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只是没有想到 世界并不一定这样对我们 所以我常常会羡慕那些面对欺骗和伤害 能淡然一笑的人 就像呼吸吐气一般自然 我多想像他们一样潇洒 挥挥手 没有人能伤害得到自己 因为羡慕 所以总想学习 因为总也学不会 所以反而更加焦虑 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完美 觉得自己人格上总是缺少那么几块 不敢想象如此的自己究竟要如何面对未来 自信心就这么一点 一点丢失 像沙漏 云速下滑 无能为力 心中那一块自卑 微微地下坠 也像黑洞 吞噬着 也丢失着 所有的年轻的勇气 直至消失殆尽 有的人当信心完全失去时 连抬起头端详这个世界的兴趣都没有 一辈子低着头 沿着山脚就能走完一生 其实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登上山顶 不是为了欣赏全世界的风景 而是为了让全世界的人看到自己 如果你一直低着头 谁能看得清你的脸 初中时 我留着长长的头发 不敢与人对视 刘海留得长长的 遮住眼睛 觉得很有安全感 我以为当我看不见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人也就看不见我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一个和我一样的人 消瘦的脸 满是青春痘 头发遮住眼睛 像个漂浮的游魂走来走去 他的确不在意任何人的眼光 但我们所有人却都能看得见他 并有意无意地和他划清了界限 我们年少的时候 总喜欢特立独行 用无所谓的态度 去对待本该认真的东西 因为这样就可以与众不同 其实 这只会让我们离真实的世界 越来越远 第二天 我立刻剪了寸头 虽然难看 却避免了让全校人很远就指指点点 刚开始特别不习惯 感觉整个人的五官完全暴露在了别人面前 可是人长一张脸不就是为了让别人记住你吗 不认为何 不许再狼狈 我发现,当我迎头而上的时候,误解的声音似乎渐渐变小,就像溺水行舟,一开始总是很慢,但当船正常运行,阻力自然就会小很多。 现在回头来看,你不需要立刻被理解,也不用着急去妥协,时间能证明一切。 只是年轻的我们还不认识时间这位朋友,所以才会遇见麻烦,就着急地下结论。 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数学公式,非黑即白,不能被理解的只要你坚持下去。 时间长了,别人自然就能理解了。 你不妥协的,只要你有立有据,时间长了,别人也自然会尊重你的想法。 只是我们常在一开始,就为别人而改变。 久而久之,你变得不像自己,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 但怎么还能指望别人,认得出你呢?